男孩有一种超能力 每次杀人都有神明附体 因为他杀的每一个人都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事后不仅帮警方破了多年的悬案 还顺道替天行道 男孩叫一档 是个经常矿课的颓座大学生 这天他在便利店兼职 遇上了个胡搅囊缠的罪汉 罪汉不仅买东西不付钱 还对他做出国际手势 一档好心提醒还被骂了一通 好在罪汉的朋友最后帮他买了单 等到换班时间 一档在店里借了一把锤子 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了之前闹事的罪汉 罪倒在地上不行的事 他好心提醒罪汉的朋友 没想到却被骂多管鞋事 一档气不过对着大叔的背影 比了个国际手势 起料竟换来了一顿毒打 一档从小就是个弱鸡 从来都是打不敢还手 骂不敢还口 可当时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一把抓起锤子 锤爆了大叔的吸把脑袋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下起了大雨 一档站在雨中不知所措 这时 一个盲女牵着倒盲犬路过 一档死死捂住嘴巴不敢呼吸 等盲女走后 他才疯了一样 跑回家里冲刷泄警 当晚 他就脑补了一出 被抓入狱的悲惨人生 而最最最最最糟糕的是 他把凶器留在了现场 第二天 警察果然找上门了 他例行询问一档一些问题 一档心惊胆战 正准备自首 然而就在这时 另一个刑警跑来说 找到了目击证人 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 只能结合目击者的证词调查 昨晚 目击证人看到两人醉酒打架 所以警察推测矮子 先用石头砸了高个 高个用音箱砸死了矮子 化验结果也证明泄计一致 如此一来 一档的嫌疑被彻底刑侵 但张行警还是觉得有点 继续看起了便利店的监控 最巧的是 一档拿锤子的画面 正好被一只苍蝇挡住了 现场也没有找到别的凶器 随着更深入的调查 警方发现了死者 无计其数 而且最戏剧的是 他和罪汉原来是朋友 自从罪汉带他回了一趟家 他就看上了罪汉的老婆 一来二去 竟然背着罪汉好上了 两人计划好 等孩子18岁了 就让女人离婚 接着和他再婚 这样一来 动机有了 人证物证也有了 警方就此结案 一档看着新闻一脸呆滞 原来我这是替天行道了 但他漏了一件最致命的东西 锤子失踪了 当他以为一切都要回归正常时 案发当时路过的盲女 突然找上门了 并且当场勒索 一档两百万 做人千万别得寸进尺 不然死了也不能怨别人 就比如这个盲女 一天前 盲女目睹了杀人现场 她若无其事地 从凶手身边路过 等凶手走后 又把凶器带回家里 结案后 盲女来到了凶手打工的地方 勒索她 明天交出两百万 现在我看不见了 嗯? 其实我看不见了 嗯 你怎么办? 你? 人吗? 我死了 万万没想到 盲女竟然不是全下 她还有一只眼睛能看到 一旦待置在原地 前天的过时杀人 好不容易 以一系列的巧合结案 现在又突然跳出实锤的人证物证 一档赶紧去凑钱 先把新买的手机退掉 然后找店长预知工资 最后再偷偷将母亲的公积金 全部取出来 东平西凑 终于凑够两百万后 一档如约来到盲女家里 将钱一张张数好摊开 嗯 딱 맞네 잘했어요 本以为一切都可以顺利结束 그럼 이거랑 그거랑 교환하는 거 맞죠? 예 뭐 아 아 그 기억하고 있겠지만 메달이에요 알죠? 메달이네 一档看着手上的巨款 呆滞在原地 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 两百万已经是他的全部积蓄了 盲女还在巴巴地 说着一些无聊的冷笑话 很明显 他把一档当成了长期饭瓢 为了拿捏一档 他还特意做了背景 摸清了一档的所有人际关系 而这也是压垮一档神经的 最后一根线 下一秒 一档抢过锤子 毫不犹豫一锤爆头 有了一次经验后 一档明显镇定了很多 他收好钱直接冲回家 现场留下了无数指纹和血迹 一周过后 一个送买的快递小哥 看到了盲女的尸体 警察很快到现场调查 但这时尸体 已经腐败的面围全非了 因为没有食物 盲女养的导盲犬 饿得啃食了她的尸体 还把屋内所有的东西 都舔了个遍 这样一来 指纹和伤口都消失了 接着 导盲犬又在花园 挖出了两具白骨 经检验 这两具白骨 是盲女的双亲 从案发现场看 这百分百是谋杀 但无奈现场找不到证据 后来 盲女的表姐发文 这个女人本来就是个天生坏种 请大家不要为了她的死而遗憾 上小学的时候 盲女就因为好玩 往表姐脸上泼油辣子 从而导致表姐毁容 高中时盲女成了太妹 整天无所事事科药科姐 在一次意外之中 她点燃了煤气因此毁容 但这也给了她谋生的启发 她给父母买了八份巨额保险 然后打开了自家的燃气 用管道在半夜 引到父母的房间 杀死了父母 以此拿到了保险金 此时盲当并不知道警方的调查情况 她害怕地关掉了手机 躲在家里 只想一死两个 然而 就在她要用数据线勒死自己时 既有来敲门找她 盲当现在没有了活下去的心思 最后两人不夸散 既然死也死不成 盲当就决定出门乱逛 几天来第一次打开手机 没想到看到了盲女的新闻 原来 她杀了自己的父母 这一刻 盲当才发现了自己的特殊体质 她杀过的人 都是本来就该死的人渣 这下罪恶感彻底消失了 她漫无目的游荡在街上 没想到遇上了两个不良少年 他们不知天高地后 去勒索一荡 一荡的直觉又开始了 她抄起砖头 捶爆了两人 第二天警方发现了两具尸体 可当警方越深入调查时 却又发现了一宗惨案 女孩因为被两个人渣羞辱 最后不堪重负 跳楼自尽 葬礼上 人渣的母亲 来到这里无理大闹 最可恨的是由于那两个人渣 还没到法定年龄 并不会承担刑事责任 羽孩死后 他们没有半点愧疚感 隔三差五就做一些偷窃 行性滋事的违法够当 终于有一天 他们在勒索路人的时候 遇上了一个连环杀人魔 杀人魔给两人来了警察抱头套餐 葬礼上 七八母亲对着警察破口大骂 你凭什么给我儿子做尸检 她是弱小的受害者 做警察的不应该保护她吗 随着深入调查 警察查到了女孩的事情 接着便找到了女孩的父亲路口供 自从女儿死后 大叔过得很不好 女儿本来有着大好前途 她善良 对世界充满好奇 想当一个摄影师 大叔也打算全力支持 可失去了女儿之后 他也失去了一切活着的动力 大叔把所有细节都说了出来 神奇的是 他的口供和案发现场一致 警方也没有了怀疑的理由 但张行警发现了一个疑点 凶手是右撇子 而大叔是左撇子 由于没有实际的凶器作证 张行警极力劝阻警方再次调查 警方只能暂时放人 然而就在大叔走出门口后 竟然被一辆车撞飞两米 肇事者就是小西八的母亲 幸运的是大叔没死 被张行警送进了医院 另一边一旦躺在家里不知所措 他连续杀了三个人 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了 他收好了钱和凶器 打算晚上去自首 首先先把妈妈的公积金还回去 接着就去还 便利店老板预支的工资 可就在他走出银行门口时 一个飞车党 抢走了他的包包 一旦被扯倒在地 送去了医院 而飞车党 拿走了包包里面的钱 然后将包随手扔进了江里 证据石沉大海 在医院里 大叔看见了一道 他一路追上去 原来案发当晚 大叔本来就在跟踪两个人渣 准备为女儿复仇 但杀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跟了一路都不敢下定决心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医荡和那两个人渣 发生了争执 他目睹了整个杀人现场 那一刻 他觉得医荡就是神明降临 道谢后 大叔被护士推回了病房 他还是向警方坚持自首认罪 回到病房后 他打开了女儿的视频 回想起了两人相处的点滴 接着 大叔便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对于他来说 他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 失去女儿的伤痛 而医荡的出现 大概就是对他最好的救赎吧